再建了传统洗衣区 这个阳台宽一米五 一 以前都用红砖包下水管 空间白白浪费 不如先包隔一棉 再做到银笠柜 上面放洗衣用品 下面放家用工具 二 以前插座都竖着装 电线太难看 不如横着装 线路不打弯 再去掉下方底板 把吸尘器放这里 装上柜门更美观 三 以前洗红套装叠着放 旁边只能做狭窄洗衣池 空间太小很鸡肋 不如法洗红套装并排放 上方做超薄液体盆 有大大的洗衣空间 洗衣还不弯腰 上方再做吊柜 收纳日常囤货 下方层板放长用物品 四 设计折叠晾衣架 方便晒内衣袜子 平时收起不占地 窗边再做折叠晾衣架 增加晾晒空间 收起还能当护栏 进入主页查看更多装修合集